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要拍很多人的請求留學Q&A 然後我剛才在影片就是有問了大家有什麼想要的問題 然後我整理出了大概15個問題這樣 然後還請了我的朋友們一起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開始我們的Q&A 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Jason 這個是Joy 大家好 我是Joy 第一個問題 你好 請問你讀的是什麼課系呢 為什麼選擇在這個地方求學 我是讀Computer Science 我不會選這個地方 因為Google的時候原來是第一課出來的 真的 我是讀Design跟Media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就我比較Cream 我比較創意的人 所以我就很喜歡就是做有創意的東西 然後Media是PR跟Advertising 不是Vigital Media 是個比較無聊的那一個 為什麼你會選NASW 本來我想要去的是你知道RMIT RMIT 就是因為家人在這裡就是有舅舅在這邊 所以我爸媽想說來學利 NASW比較高 而且NASW比較有名 對 很多是Business 然後Major Marketing NASW的Business School就滿出名的嘛 有幾個科目是澳洲第一的 所以就選NASW的Business School 哦 所以我讀的是Astural Science 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懂還可以讀什麼 所以因為Commerce就很明顯 然後我又不是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Engineering 為什麼讀UNASW 其實我今天是開始是要進UC 因為我就特別喜歡那邊的環境 可是他們UC其實沒有offerAstural Science 所以就沒有辦法 只可以用NASW的 NASW Astural Science 不是UNASW 因為UNASW也是一個 Astural Science在這裡也是 快個說明 不是因為UC沒有我 也是啦 可是之前我不認識他 可是現在Havens of there 為什麼你們沒有選擇去UC 因為UC沒有USIN 就他只在是很少 你知道我看很多澳洲的Uni 他們都沒有Computer Science 他們只是有Utomation Technology 但是我要讀的是Computer Science 其實我跟Jaw也是一樣 今天我是要去Malphoon Malphoon U 就是因為我哥的姊姊也在這裡 他們也是讀UNASW 然後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也是要全部人在一起 所以我聽不懂了 我聽很多人就是講 他們講 就是UC啊 Malphoon U還有UNASW UNASW UNASW是屬於比較多校園生活 然後多 對 Astural Life 對對對 第二個問題 澳洲讀書和馬來西亞有什麼分別 除了正房間文和讀地 這我先來講吧 因為我在Malaysia 讀過一年的大學嘛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在這裡比較多機會 因為這裡很多 他們提供很多那種 program啊 還有event那些 就是讓你接觸真正的company那些 有很多機會可以去認識 真正在大公司上班的人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感覺到最大的分別是 競爭力嘛 因為這個學校有很多來自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在馬來西亞 我們讀書只是 大多數是馬來西亞人嘛 所以我們想法都是一樣 看的東西都是一樣 看的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 我們的 culture 比較想當 其實 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分別 可是最大的分別就是 就是在你的lectural 就是 因為在 在馬西亞的時候 那些lectural 他們講解的時候 你可以容易明白一點 可是 我first year來到西的時候 我take我的 math course 那個lectural是 Australian 然後他講話講到 快快很快 然後我就 這一點都不明白 我要聽兩三次重複 聽兩三次才可以明白 因為他們accent很重 太過重了 不只是lectural 就是其他人講話 你也是要很 要很 concentrate 這個同一個人 他還問 就是我們是怎樣適應 來澳洲讀書 這樣子 你們怎樣適應 怎麼適應 其實好像有什麼方法 適應是不是 就適應 而且我們一開始 我們之前是住在 學校的 college 宿舍這樣 我覺得一開始 超不適應的 對 對 就是一開始 就是你 你來到這裡 然後你三餐都要喝別人 就是這樣 知道 然後就是 14小時以後 好像在個人家 社交來 超累 超累 最重要的是朋友 對 對 就是去交朋友 然後 對 交朋友 然後就會讓你更快適應 對 好 第三個問題 怎樣知道自己想到什麼 不想到什麼 怎樣制定 實際的人生 不必要做那個 流血 這樣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可以答一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懂自己想到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 我們 嘗試不夠多 我們應該 出去 多一點 活動 做不同的東西 然後 試一下 這樣子你才會懂你喜歡的是什麼 你不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 如果你 如果你覺得 你是 你是 passionate about 一樣東西的話 你就應該 就應該 開始 set goals 過後 long term沒有好 short term沒有好 你set了 goals的話 你就要 plan 你是應該怎樣 達到這個目標 之類的 對 我覺得就不要 一開始 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覺得 哦 我不喜歡 然後就完全不要去碰 不要去 嘗試這樣子 就像 他們兩個說了 多嘗試不同的東西 就是你 永遠不知道 就是 做這件事 你應該是覺得 哦我 不會很喜歡 但是最後 你可能就會 愛上他 然後還有第二 我覺得 你就看你做什麼東西 你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 你會覺得很 accomplished 對 就像 for me like personally for example 就像 我喜歡畫畫嘛 然後如果我畫了一個作品 然後 完成了一個作品 就一直想要完成 做完的時候就有一個作品 就感覺很熟 就是 沒有成就感 是的 我的靈感是 以來自看戲 哈哈 是怎麼哭就去做的 這樣講 不要加熟 是看蹲他的 哈哈哈 什麼看蹲 嗯 Big Hero 6 所以你要做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這個看蹲 看到那個肉畫嘛 我就覺得 哇很酷 很酷 然後從那戲之後 我就開始喜歡這些 電腦的東西 哇 就一直到現在 嗯 然後 想設定時間 設定目標 我是會 大概懂我以後想要做什麼 然後你就跟著你以後想要做的東西 你就 Break Now 成小的 Goals這樣子 就很像每一年 每一年開始的時候 你就先定好你每一年想要做什麼 然後在每一個月 再定一個小的來去完成那個大的目標這樣子 然後在每一個星期每一天這樣子 慢慢一步一步去完成你小的目標 然後來完成你大的目標 嗯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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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不要放棄啦 嗯 對 你有一個大的目標的時候 那個過程中是 往往是 你想像不到的 嗯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過程中 放棄了 因為他們沒有 遇到 會有這些東西 嗯 就像我們 很多事情都是 unexpected的 所以 只要你不要放棄 通常你計劃的東西 有可能很多都不會有 就是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改變 但你可以改變 只能改變 嗯 其實也算嗎 OK 你們在這裡有遇過什麼其實的問題嗎 其實我還好耶 還好耶 沒有 對啊 我覺得沒有 不會太明顯 嗯 應該會有 但是不會太明顯 如果我要去跟他交朋友 他們不會 其實 對啊 嗯 交朋友的話還好 就是 他們都很熱情 也很熱心啊 都不會 他們不會想看你是 英國學生 就不想跟你講話 必要跟你同組 還是什麼 所以是 還好嗎 那我覺得 都沒有啦 第五題 OK 這是最多人問了 然後我把它 變成一個就是 留學讓你學到的什麼 最大的感觸和體會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因為來到這裡 就是這邊有很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 所以就有很多 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就可以 跟不同國家的人交朋友 然後就會學到 不同的文化 不只是澳洲的 對 而且你就會比較 open mind 對 跟不同 background 成長的人 交流的話 你就會 看事情的看法 那些這樣子 你就會變成 你看這件事情 你會從很多不一樣的角度去看 不會像以前這樣 不會像以前這樣 我啦 就不會像以前這樣 只會一個角度看 這樣事情 我就覺得 哦 是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也 靠服了很多恐懼 還有就是 你以為你做不到的東西 然後你都做到了 這樣子 嗯 你覺得你們和現在 和你來之前 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來看 confident啊 strong啊 我一定有 可是我覺得 對 我個人是 我最大的 改變是 就是我彼此前 discipline 因為你來到這裡 你不想做一個 簡單來 你不想做一個 廢人嘛 就你不想來到這裡 而且是爸爸媽媽 你在用爸爸媽媽的錢 你不想來到自己 什麼都沒有做 就是 你有讀書 可是不是用心的去讀 嗯 我覺得這樣子 很多人都會發現 他們自己是應該 更努力的去 完成這個地域 之類的 嗯 而且我覺得就是 你開始到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認識的人 然後什麼東西都是靠你自己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 你不會給自己找藉口 然後你就是會去做吧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 我每次提醒我自己的啦 就是很像 我不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問我自己 為什麼我要來這裡 這個來這裡 我就是因為我要什麼什麼 這樣子嘛 然後你就會想 欸這個就是我要做的東西 為什麼 我現在不去做的話 我不是在浪費這個機會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去做 我就不會給自己找藉口這樣子 接下來是生活費和娛樂費 生活費是紙 住進grocery 那些 我是住在學校的 然後 一個星期的住宿費是 370 然後 平時買grocery的話 一個星期差不多 40塊 沒有什麼娛樂 如果有的話 也就是一個 這裡沒有說娛樂 有的話 其實就有娛樂 什麼都是沒有 就是 最多就是去看這家電影 然後電影的話 然後星期一 這裡的學生駕駛 一塊錢對不對 就 就 specifically 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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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的話 我住宿嘛 就是 我住在那個宿舍 它是有包三餐的 然後 一個禮拜幫你 就是 清理房間 所以 大概 四百六 四百六就包完你全部東西 就不用自己煮啊 但是 就 非常不錯 我住在外面的 就是 三個人住 我們就一起share了嘛 所以 一個人大概 兩百五 五四的話 我們也是一起買 五四錢 大概多少錢 三十萬 大概 Ranging from 200到 而且我覺得 要怎麼知道是 不要住太遠 不要離學校太遠 因為這裡的交通費 真的超級不低 貴 一起提 請問你是用同考進大學的嗎 入學條件和學費 我不是用同考進的 然後 我是在 Malitia等一年 然後才來這裡讀書 這樣 比較省錢 在Malitia等一年來 有機會拿獎學金 所以 就拿獎學金來這裡讀喔 這樣子 如果學條件如果講通考的話 通考要拿五個A1 然後 那我少想要去 不是 我以前在台灣 那是讀美國學校啊 然後所以我是用 SAT ACT GPA 去申請的 就在網站上面 然後 因為外面你也可以 就放你的Awards 或者資料 所以 大概是要多少 才可以進到 大概有三遍 大概有什麼A2 那 就我那課啦 差不多八十幾 八十幾 八十 我之前是讀過 Dipro 當我 Register for USW 的時候是用我的 Diploma 來register 我在馬來西亞 是讀一間叫 Sunway College的 college 那時候我讀的這個叫 Horsman 是Australian Metriculation Program 當我 register for Actual Science 的時候 我至少要A他 93 Yeah, that's the requirement 嗯 哦,學費 學費一顆大概是五千 五千 五千 五千多 一年要拿五八顆 所以是四十千左右 四十千澳幣 好貴 對,非常的貴 對,嗯 你們怎麼會覺得 不公平 本地嗎 本地嘛 本地給了少 本地 其實我就是 對 不是這邊的國籍嗎 所以 所以我有些 Corset 他們只要八百 九百 九百 九百二十幾 看這是多了多少倍啊 你去太誇張了 你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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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重點是我很多 我的澳洲朋友他們 他們是不知道 我們給這麼多錢的 你知道嗎 對,如果當我跟他們講 我們是給這麼多錢 他們就 傻眼 傻眼 這麼不公平的 但是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對 每個國家一定是 保障自己的 你要給了 你還要自己出錢買 我覺得到澳洲有一個很不公平的 是那個 交通卡 它有學生價 可是如果你是 英國人的話 你不能申請 我覺得這個很不公平 接下來 第八題 你通過什麼管道申請 出國最保障 應該是 深學的那種 agent吧 是最安全的吧 我覺得 他們就會什麼都幫你做好 很像agent那些 嗯 對 自己申請的話 有時候你會miss掉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 就去上網找agent 對 因為我沒有找agent 我是之前 你剛才申請 對網絡 申請 跟我那個agent 就來e-mail我了 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大法 各位 OK 接下來第九題 是 如何small talk 其實small talk 就是 你看到這個人 你要這樣 開始講話嗎 對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比較緊張 你要笑 你要笑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講什麼話 就是 我就看他身上 然後就看說 你這個好美喔 你這個好美 吃蛋 我們現在走四夾 你也覺得說 沒有 對 就是一顆滑膝嗎 你就問 你哪裡買的 就會喜歡 什麼什麼 然後還有 我覺得可以不用 就是不要問 這種yes or no question 對 不要去臉 然後就是一直問問題 就是 如果你不懂 要想什麼 就問問題 然後讓對方講 他問你什麼 你就問什麼 因為通常這樣子 就是他們 他們感興趣的 我一開始會問 你有沒有 siblings啊 他們有沒有在這裡讀書 也適合 跟外國人講話 應該不用太擔心 對 你什麼都可以問 好笑的 也笑 不好笑的也笑 我都弄好笑 我都弄好笑死我了 繼續提 Culture differences 我覺得 這裡的人 就是他們會光腳壓軸 哦 對 這麼多 這陸下也是 他們不喜歡穿鞋子 真的 相對也是 你記得我們collation 還有一個規則 就是講 你下去那個cantin那邊 就一定 一定要穿鞋子 就是因為他們 對 就是因為他們太多人 就是他們只要光著腳 就是當心走這樣 你還去測試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 店很早就回來 沒有 我很醜 有點麻麻 對 不能12點 12點am出去吃的東西 早吃早早睡 對一定要早早睡 早睡 早睡 早睡健康 然後什麼 就他們比較開放 嗯 就是 可能在麻辣校的台灣 就比較好熟悉 對 對 是 我覺得他們很 他們會 該讀書的時候讀書 然後該娛樂的時候娛樂 他們就 他們不會忽略娛樂的時間 我覺得 而且他們這裡有一個考慮 就是他們 他們很常去 夜店喝酒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 因為這裡的店太 太早關了 然後就只有 只好去夜店 對 就只好去夜店 就只好喝酒這樣我覺得 我覺得是 每個星期四 星期四就是到了 購物 他們會開到晚上 十點而已 各位十點而已 對 就是你clubbing比較不一樣 會先tree drink才去 在我們也選 我們直接在旁邊喝 哦 因為在這裡 在那邊喝很貴 對 就自己先喝了先 然後我覺得 講學校 學生的話 我發現是 他們很多澳洲人 他們會一邊讀書一邊工作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在美學校的話 我很少 身邊的朋友很少 是一邊讀書 有啦 可是沒有這麼多 然後 這裡我是差不多 幾乎是遇到每一個 他們都是有在做 part time工作這樣子的 然後 一邊讀書一邊上課這樣 嗯 我覺得 他們就比較 累於住人吧 有什麼要看嗎 他們都會看你 下一題 想知道你們的讀書計劃方法 哇 這是很簡單的 她一直在問你 什麼是你的計劃 那邊是我們的朋友 我沒有計劃 好 享受嗎 我後來我會把它寫 就我會寫一個自助文 我會寫在一個白板上 就桌上前面一個白板 然後你就寫 明天 早上你要做什麼 早上你要做什麼 對 然後有時候 如果有東西比較緊急的話 就我隔天晚上 我會寫在一個自助文 然後我就放在 我那個 手機上面 然後 對 然後 貼在我的手機上面 睡覺之前 我就會寫說 喔 我可能會寫說 Wake up right now 然後就是 感覺就是 你一定要wake up or else you're gonna regret 然後 對然後早上就會想嘛 然後就會看到 然後就 喔一定要起來 喔 我也可以這樣做 我是會 先看一下 就是考試 要考什麼 然後會寫在這樣子 這樣 照著書籍這樣子 然後會 拿我的日曆出來 然後會寫我每一天 要讀什麼什麼 這樣子 來前兩個星期開始 我是考試前兩個星期開始 然後講 Final的話 就一天花一點點時間 讀一天一點點這樣子 我就 就好像Jason這樣了 隨心 可是 心裡好就讀一整天 也是一整天 也是一整天嗎 因為 我通常都是會 一天讀兩個 兩個 因為 很閒 如果你一天讀一個 當然是很悶 如果一天讀四個 就進不了 今天讀兩個 如果明天讀兩個 然後 然後 the next day以後再讀 你第一天讀的兩個項目 就當是 refresh你的 記 記 然後我覺得 就是考試前一天 就是你一定要在考試前一天 讀完全部東西 就算沒有讀完也好 就算沒有讀完也好 就是你要大概懂 你考試要考試我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你前一天 就是拿來 好像做tutorial question 拿一下 就是 refresh你 因為 因為我的 course 每一個項目都是有lab嘛 嗯 就好像功課這樣 所以我做lab的時候 就一定要 要讀會合才可以做 對啊 然後像我的話 就是我不喜歡就是一天 把全部都撕走啊 就一口氣我不喜歡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我就強迫自己 就是每天一定要 一點進度 這樣 如何處理孤獨感 哇 這個非常dick的 question 好 這樣子的 你們覺得你們來到這裡 你們最覺得 農地的時候是幾次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來的時候 沒有 那麼的 對啊 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是那種 就是 我不是那種非常social 但我就是那種非常就是 你知道 那種 放屁 那種 牛秀 對啊 而且就是我住宿舍嘛 就是宿舍裡面有很多朋友啊 就有時候就會遇到他們啊 然後他們就會 哦 約我要幹嘛 然後 嗯 就是 還好對我講一下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就可能會 嗯 聽音樂吧 聽聽音樂 或 就 嗯 我喜歡做的詩 嗯 平時都是要自己一個人 所以就沒有什麼影響到 對 像我的話 我可以一整天跟別人講話 對 就做自己的事 對啊 可是也不要太久 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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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跟人家講講話 我覺得孤獨感是 是不是 你 可能你周圍有很多朋友 可是你 沒有那個 就是很懂你的那個 可能你就會覺得有一點 孤獨 我一開始來這裡的時候 因為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嘛 在 就是在馬來西亞 然後 你來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家裡人 又沒有 你有朋友可是沒有到跟你很熟的那些 因為你感人認識罷了嘛 然後 你就會覺得 哎呀沒有到跟你的人 這樣子 好像有一點 孤獨 但是 就是 不要這樣子去想喔 你就換一個角度想 你就想 那些朋友 他們就算在很遠的話 他們還是 還是你的朋友嘛 你還是可以跟他們講話 這樣子 你就不會覺得 太孤單這樣子喔 然後 我是會 我是把我朋友的照片 在我家裡的照片 他就放在我房間這樣 對 我就看了 我就會 你會跟照片 不會 不會 我沒有 這很可怕 就是你的房間就很多的照片 就很 就那種感覺 看之前的照片 對 就很開心啊 我就 比較不同 因為我來的時候 我的各個姐姐他們都已經在這裡了 就算是有家人 在這裡了 可是 反而我覺得我 我想 自己做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真正 experience 什麼是 獨立 什麼 就算 就算真的你是有 你 feel 努力的話 也 也不成是一件壞事 因為 對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對 只有一段路你是孤獨 對 都是 experience 對 你要去找朋友都很容易啊 只要下來 走路去就找到朋友 對啊 對 對 因為在這裡就是你都跟朋友一起住 然後你要 你要找朋友就 你覺得路地的時候你就 找朋友 或者打給家裡人 然後打給朋友 對 OK 下一題 你覺得學習外國是值得的價錢嗎 我沒有想到啦 你懂我剛才講 是很 也不能這樣 也不能這樣 對 是值得的 本來太貴了 不是太貴了 在這裡的經驗 有一個 exposure 換不來的 體驗到的東西 都不一樣 對對 這裡有很多 馬來西亞沒有 台灣也 對 交到我的朋友那些 很多東西是 金錢衡量不來的 對 其實是來自你讀書 其實也不懂得自己讀書 是來自你 x core x core x core 最後一題 4個月 UNASW Foundation進到 要9個月 Makari還可以嗎 所以你的 是不是 所以等於是 Makari好不好嗎 對 我就當作 你是問Makari好不好 怎樣講 UNASW和Makari 的話 UNASW我肯定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對 同意嗎 對 因為UNASW是 前40 前40 沒有去過Makari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Makari 我也是從來沒有去過Makari 對 然後看Google的照片 就好 舊好愛 是嗎 其實有申請 因為 只有Makari 跟UNASW就是有 Makari Makari 整體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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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standard是很不同 所以如果你是 也是讀actual sense的話 我會建議你 來UNASW讀吧 因為 還是出去找空的時候 他們也應該不會看 他們會看整體 而且UNASW的那個 他們講是全澳洲 所以你畢業 你從UNASW畢業的話 你拿薪水是最高的 他們說 而且是最容易找空的 在UNAS上被別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來我們 學的東西都比較 practical 我覺得啦 在 business 啦 其他的我們 然後應該是 UNASW的 network 回答吧 你們忘記了 現在想要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 tips可以給 想要出國留學的人 就是你們覺得 有什麼是你 希望你來之前 你知道的東西 就是 做好準備 就你不要 你不要 好像 例如 在學習 你不要來到這裡 你看看他們的 課題材料 過後你才開始 你才開始 因為 這樣子 因為通常 在UNASW是不同的 他們教的速度很快 所以 最重要就是 before the same start like 你 make sure 地上網找的教 就找好做好準備 或者 any resources regarding的 你讀的 你的課題材料 是有關的 你可以找就 有經驗很早 好過就是 可以的話 就是認識 多一點 如果 你的朋友的朋友 也是跟你做一樣的 地獄 你就可以當交友朋友 因為 通常他們可能是 有資料 可以跟你分享 然後 這樣子 你就 比較容易一點 最好是 跟一個朋友 一起來 選一樣的課程 全部 也對啦 你又有朋友 然後 你做功課 可以一起做 有什麼不會可以問 對 一定要認識課程 一定要有課程 一定要有 跟你同一個課程 你一定要有幾個 跟你比較好 不然 不然只有太難了 很多課 很多功課 你不懂要問誰 就有人可以 參加課 不知道 或者是 對 每個人說 對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會講一個新的 你會講一個新的嗎 你會講一個新的嗎 誰一個人講的 你不是講你要開Youtube頻道嗎 哦 跟我按鈴鐺 按鈴鐺 他也是 這位要做Carbon 他是歌手 歌手 Joy是有Youtube的 我們也會連結下面 連結在下面 所以 今天的留學影片就到這裡 我覺得 不管你是在本地讀書 還是你在國外讀書 都好 每個人的機率都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 就是珍惜你有了機會 然後 不要浪費那個機會 去做你可以做到的東西 然後去experience 你可以experience的東西 不要 就是不要浪費機會就對了 你一有機會就抓著 然後就去做 所以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就like 然後share comment subscribe bye 我們